崇祯十六年,属于四女,朝政一赖,李自成席卷天下,张献忠四女西南,女阵铁切磨刀祸或随时杀戮中。 一天前,军医学院高材生朱建穿越到身患鼠衣的朱刺浪身上,成为了大明的倒霉太子,并摊上了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便宜老弟,看着倒霉太子如何一次次举起屠刀杀藏关,出外敌,保诸大明江山。 殿下,您感觉怎么样? 这是朱建一脸猛逼地看着,眼前这个身穿古代衣服的人,给自己搭卖摸额头。 朗儿,朗儿,你怎么样啊? 恭喜陛下,可惜陛下呀,祖宗保佑啊,太子殿下竟然不要而愈,不要而愈啊。 王者,你确定,你确定太子的属于,真的痊愈了,而且是不要而愈。 陛下,臣已经检查过了,太子确实是已经痊愈了。 太好了,太好了。 赏,传志,赏王太医,黄金百两,太医院众位太医,进阶封赏。 皇儿,你感觉如何?你可是把父皇吓坏了。 父皇,儿臣,儿臣做了一个梦,梦到两位老祖宗了。 什么老祖宗? 就是太祖皇帝跟成祖皇帝啊,太祖皇帝在儿臣身上的几处地方拍打了几下, 骂儿臣,大明国座还有儿臣延续呢,这么着急往鬼门关跑什么? 将儿臣从鬼门关给赶了回来,还有,呃,还有,太祖皇帝对后世儿孙大为不满, 说,说,说什么? 嗯,太祖皇帝骂儿孙们不好好地守着大明江山,要么沉迷酒色,要么沉迷恋丹,要么就宠信奸孽。 若是再要如此冥顽不灵,国错将尽,亡国之君不得进入宗庙。 还有那些藩王们,指着享受皇恩,不知报销国家,都是国家的独处。 后来,宋儿再要领受祖族教诲,太祖皇帝就用力地拍了儿臣脑袋一下,儿臣被拍了一个跟头,醒来之后,太医就说我的鼠疫好了。 朗儿啊,自从朕登基以来,苏也难免,将所有心思都投在了国事之上,可是哪怕再兢兢业业,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明江山一步步迷了,没有外患,不可收拾啊。 既然太祖治好了你的鼠疫,又说你能够延续大明国座,那就说明你就是列祖列宗,选来挽救大明的天选之子。 你可要好生读书,学习治国安邦之道,不要辜负了列祖列宗的殷切厚望啊。 儿臣明白。 不论如何,赖祖宗元首,皇天护佑,太子鼠疫重症,无药而喻,这就是大明中兴的征兆啊。 起奏皇上,那个,那个,一安娘娘昨夜突然高烧不退,太阴门说是被鼠疫传染,恐怕要不行了。 快,起驾,人说定。 混账无财,皇嫂病重为什么到现在才通报于阵?皇嫂若是有点意外,趁将你们全部驻杀,给皇嫂殉葬。 回皇上,这节日当时太子殿下病重,皇上又要操劳国事,娘娘不准臣等。 挥揍皇上,谁承想,仅仅两天时间,娘娘病情急剧恶化到这种地步,沉腾,无能。 废物,你们一个个都是废物,除了请罪,你们还会干什么? 陛下,鼠疫传染太过厉害,难是万金之躯,身系天下的安慰,绝对不能态视皇后娘娘。 闪开。 皇嫂代臣恩重如山,如今被传的鼠疫若是真不亲自态视,枉为天子。 皇政,真不管你们太医院怎么做,真只要你们将皇嫂治愈。 皇嫂若是不治,朕要整个太医院陪葬。 皇上,微臣罪该万死,娘娘被鼠疫传染高烧不退,甚至已经咳出血来了,只怕是无力回天了呀,还请皇上早做打算。 谁说无力回天的? 坐。 儿臣得太祖梦中传授,愿意为黄伯木镇治。 天下,这可是鼠疫啊。 绝症?连太医们都束手无策。 您这小小的年纪懂得什么医术? 不要添乱了。 各校,谁说这鼠疫就是绝症了? 本宫现在不是已经活蹦乱跳了吗? 本宫既然说了能治好,那就肯定能治好。 要么你们自己来,要么就老老实实地在一边看着。 看本宫如何治好黄伯木。 老儿,你,你真的有把握? 父皇放心,太祖将儿臣治好,并且传下治疗鼠疫的医术, 就是为了让儿臣能够医治他的儿孙,以及谱地下的大名子名的。 绝对没有问题的,且看儿臣施证。 儿臣,你,黄伯木的病情? 几座父皇,儿臣总算是幸不如命。 明日清晨,黄伯木就会行转。 殿下,娘娘的病当真治好了。 这事关娘娘奉体安慰,可是玩笑不得呀。 周大人,你把钱放进肚子里,本宫说能医治就肯定可以医治,要不你去医治。 起奏笔下,制裁殿下银针刺血,认学精准,手段高超,即便是晨等出手,也不会好过殿下的。 而且,看娘娘的气色,呼吸,显然是恢复了不少,且耐心等待天亮吧。 既然如此,那今日,朕就在殿外,等黄嫂醒来。